大家好,今天我们就讲一下兰花或者是木兰 主要讲的重点就是在兰花换盘前一定要做好这几点 不然的话换也是排换 养出来它也是比较难生长的 因为进入秋季比较适合兰花 长时间没有给它更换盘土的更换是比较好的 那么更换之前一定要给它禁止浇水 那么为什么要减少浇水呢 减少浇水的目的就是根系的水分减少了 更加的出现一个软弱的状态 也可以减少伤根的现象 也可以缩短浮盘的时间 所以在换盘之前一定要给它控水 另外一点就是托盘之后 就要把它这个不能要的根系空根 或者是其他浮润的根系统统完全修剪掉 这样是避免了后期它这个浮盘就出现其他的感染 给它修剪完成之后 最好是用多菌磷给它浸泡两个小时捞出来 晾上大概半天再给它重新栽种 换过新的子流给它栽种是比较好的 这样它的浮盘其实是比较好的 所以在给兰花换盘之前一定要做好这两步 不然的话你用再好的方法的话 你也是比较的难把它养浮盘的 好了今天主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两点 一定要注意就可以了 好了下期再见